大家好,我杨风 今天1月12号 美国又放大招了 要更精准的封锁中国科技产业 这次有没有用呢? 前两天的报道 美国与日本在日前 邀请各国,主要是西方国家 加入对中国的科技遏制 根据日本媒体的披露 美日双方正在展开联合行动 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科技产品的出口管制 美日两国觉得 现行的国际出口管制协议不够 打算要搭建新的出口管制框架 并且还要邀请欧洲国家加入 1996年 以西方国家为主的33个国家 签署了瓦森纳协议 这个协议主要是列出一些清单 与信息的交换 包括了军事用途的清单 以及军民两用的商品和技术清单 限制这些商品和技术流入一些特定的国家 中国也在被禁运的名单之内 也就是说 美国和日本想要搞一个类似于瓦森纳协议的 科技产品管制清单 限制对中国的出口 注意 这一下子 日本又明显站到美国这边来 摇旗呐喊 有了日本的帮助 美国是否能够成功说服欧洲国家呢? 很显然的 美国正在想尽办法要阻止中国的崛起 为了要确保不让中国崛起 或者是延缓中国的崛起 美国很清楚 美国必须要保持在科技上的领先 中美两国在科技上的竞争 这也是正常的事 公平竞争 我们在今年1月3号的视频 大国博弈最后决战 中美科技竞赛 在这一集的视频中 我们清楚说明 除非美国能够在短期之内 扳倒中国 不管是过去曾经使用过的 贸易战 关税战 金融战 人权牌 香港牌 以及台湾牌等 否则的话 一旦陷入了长期的争斗 最终就是要靠经济 因为要有强大的经济 才能够支撑强大的军事发展 而支撑经济发展 让经济更加强大的 就是科技 必须要保持科技的领先 这是中美两国在科技上的竞争 但是 美国另外一方面 又要阻止尖端科技 重要的技术流入中国 并且美国还要联合盟国 一同阻止中国在科技上的发展 这样的话 那就不是竞争了 也不是激烈的竞争 那是敌视 歧视 而且是集团斗争 换一个角度来看 可以这样说 美国害怕竞争 所以才要想方设法打击对手的科技发展 其实 美国有一点慌 美国已经对中国做了许多的管制 包括了 限制科技产品与设备销售给中国 芯片禁运 各种的制裁 2018年 美国向中国发动贸易战之后 又陆陆续续 把几百家的中国企业与实体机构 放进了实体清单中 美国管制科技产品出口到中国 几十年前就已经做了 不是打了贸易战之后才做的 但是有效吗? 至少在过去的核子科技 卫星科技 太空科技等 都发挥不了效用 中国都走出了自己的科技发展道路 在某些方面还超越了美国 比如说 高超音速导弹 还有一些量子通讯等 美国搞新的科技封锁 能不能够发挥效用呢? 又有多少国家愿意跟随美国? 另外一方面 北京需不需要反制美国的做法? 是不是有反制的办法呢? 还是说 北京仍然必须要自力更生 独立发展自己的科技? 去年9月 美国商务部邀请了欧洲国家 到美国宾州批斯堡开会 美国要与欧洲建立一个 跨大西洋贸易和技术理事会 TDC 那次是第一次的会议 这个理事平台 是干什么的呢? 有两个方面 第一 美国要与欧洲一起设定科技标准 但是这不是真正的目的 因为国际上早就有了制定科技标准的做法 与组织 第二个 阻止中国设定科技标准 并且阻止中国向世界推行中国的科技标准 这才是美国真正的目的 而且当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在开会的前一天 接受CNBC独家采访的时候说 美国将会联合盟友向中国施加压力 美国要使中国的创新速度放慢 雷蒙多都已经摆明说了 毫不掩饰 其实也不需要掩饰 因为美国这样做 这样的动作多了 这几年下来 大家也都看得明白 来,干脆就抛下了掩饰 但是,奇怪的是 美国既然已经搞了一个 跨大西洋贸易和技术理事会 为什么这一次还要搞新的花样呢? 美国前任总统欧巴马 在他任期的最后一年 联合了日本 搞了一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这个协定在2016年2月签署 在签署的那一天 欧巴马宣称 不能够让中国制定规则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就是要阻止中国的 封锁中国 不让中国制定经济与贸易的规则 只不过 欧巴马的用心受到了美国国内的反对 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的议员 都有人反对 2016年是美国总统的大选年 当时两位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与希拉里都反对TPP 理由是 TPP不能够为美国创造工作机会 也不能够增加美国的劳工薪资 其实那时候 中国是有一点紧张的 因为TPP就是刻意要排除中国 没有想到 特朗普上台之后 立马就退出了TPP 美国不喜欢自由贸易协定 不喜欢多边的经济协定 因为美国认为会吃亏 美国喜欢双边谈判 双边的协定 因为在双边谈判中 美国一定是块头最大的那一位 可以站在有力的谈判位置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 美国在不少的工业领域 失去了竞争力 而且还要靠贸易保护措施 来保护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 不得不说 美国这次放大招 看起来的的确是公事林立 想要对中国全面封锁科技的流露 并且自己封锁还不够 还要拉上其他西方国家 一起对中国搞封锁 但是有一些本质上的困难 第一 时空环境不同 美国在1996年带头搞瓦森纳协定 主要是针对军事方面 现在美国要扩大范围 全方位的封锁科技产品与技术 流入中国 这有本质上的困难 针对军事用途的产品 范围还是比较小的 但是,要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科技封锁 那是涵盖了许多的科技产品 肯定会影响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贸易 西方国家现在靠什么产品卖给中国呢? 难道是卖衣服,卖鞋子,不会吧? 虽然西方国家也的确卖衣服与鞋子 还卖皮包 但是,那是名牌的衣服 名牌鞋子,名牌皮包 一般的纺织产品 西方国家还是向中国 向亚洲地区大量进口 当然了,日本有优衣库 不过,这是服饰连锁店 西方国家现在就是要卖高端的科技产品 商品给中国 不管是电子产品 还是机械用品与设备 都得要靠高端的技术 中低端的产品已经竞争不过中国了 如果这些国家还要加入美国的阵营 对中国搞科技产品封锁 还能够卖什么产品给中国呢? 没有东西卖了 第二个困难 西方的科技产品缺乏中国的市场 肯定会影响到营收 缺乏适度的营收 这些科技产品公司 也会缺乏足够的资金 来继续投入研发 欧洲、日本与美国 在许多科技产品上 是相互竞争的 少了中国这一块市场 一定会影响到营收 会有多少的企业 多少国家愿意干呢? 就为了陪美国这位公子 对中国搞封锁吗? 我们举一个例子 过去几十年 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 当石油价格低迷的时候 往往会协商 减少石油的产出 集体行动 但是 总是会有一些国家 不愿意遵守协商的规定 偷跑 偷偷扩大生产 第三 如果有国家不遵守协定 那么美国要怎么办呢? 难道美国要制裁这些国家 制裁这些企业吗? 一旦美国制裁了这些国家与企业 这些国家可能就会甩头就走 不跟你玩了 也就是 我不参与你的计划 你的封锁了 我们就说瓦森纳协定 过去的25年 还是有一些国家 会绕过瓦森纳协定 出口一些东西 给被限制的国家 你防不了的 连最容易防备 范围最小的 军事用途产品 也没有办法完全的防止 第四 就算美国真的搞了一个类似的协定 也没有办法长久 为什么? 难道中国没有办法开发自己的技术 自己的产品出来吗? 我们打一个比方 美国阵营列出了1000项的产品与技术 限制流入中国 中国在一年之后 开发出了50项的技术 应用到100项的产品 那么 拥有这些产品或者是技术的企业 就会永久失去中国的市场 其他的企业 其他的国家看在了眼里 他们会继续下去吗? 大概率的 不会继续玩下去 问题是 这些损失 由谁来负责? 美国能够负担这些责任吗? 美国不能的 我们看一看 2000年中 北京对一些澳大利亚的产品 做出了限制 澳大利亚的损失 美国有没有负起责任呢? 非但没有 美国还趁机抢了澳大利亚原来的市场份额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 除了美国 墨西哥 加拿大协议之外 美国不愿意加入其他的自由贸易协定 美国也不愿意加入多边的经济区 美国不愿意让人家赚钱 与其他的国家分享自己国内的市场 反而要求其他国家跟着美国一起 牺牲自己的利益 不能够把科技产品卖到中国 美国这样的操作难度很高 再换一个角度来看 美国本身就是科技大国 甚至于是全球的科技霸权 2020年 美国对华为采取了零技术的芯片封锁 那时候 美国是多么风光 霸气 但是到了今天 还要搞这么一出 西方国家阵营的科技封锁 美国的科技霸权还在 但是已经不稳固了 至少从美国现在的表现来看 美国已经缺乏足够的力量 来压制中国 即便是科技方面 美国已经有一些慌了 也出现了缺乏信心的表现 中国有没有反制的办法呢? 当然有 中国可以采取对等反制的办法 你封锁我什么 我也从别的地方来限制你 这叫做一报还一报 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呢? 第一 今天这个国家不卖给我 我向别的国家买 这总可以吧? 举个例子 2019年7月1号 日本对韩国限制三种半导体化学材料的出口 出了一些监管审核 结果怎么样呢? 韩国没有办法 于是 韩国就转过头 紧急向中国采购 中国没有的 韩国就赶紧开发这项技术 所以,这是同样的道理 第二 我也对你做出同样的限制 比如说 限制稀土原料的出口 这叫做对等报复 只是换了一个方式 但是杨风认为 不一定需要这样做 至少不需要每一次都针锋相对 采取对等的报复措施 并且我也不认为 北京一定会每一次都反制美国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今天你开发出一个产品 一项技术 为了什么? 不是要树枝高格的 是我欣赏的吧? 这是要卖到市场去 是要获利 要赚钱的 结果你不卖 那么我就向其他的国家买 别的国家没有这项技术 或者是不愿意卖 我就自己开发 到最后是什么结果呢? 本来你可以赚到钱的 现在赚不了了 美国与欧洲与日本同时兴高 缺乏中国的市场 这些企业的日子也不会过得太好 中国的市场有什么吸引力呢? 只要看一看特斯拉与苹果公司的产品 在中国市场大卖就知道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去年 欧洲与美国搞跨大西洋 贸易技术平台 那是因为双方要共同设定技术标准 对欧洲来说 这也是有利的 但是 今天 美国要求欧洲国家 自我限制 对中国科技产品的出口 这是要让他们损失利益的 两者之间是有差异的 2018年 特朗普政府与欧洲打贸易战 加征灌碎 欧洲立马就跟美国干起来 为什么? 就是不愿意损失 现在 美国要那些欧洲国家自我限制 做出牺牲 他们愿意做吗? 第三点 之前美国封锁华为芯片的时候 我们曾经说过 打一个比方 在某个领域上 需要十项的技术 我只要开发出三到五项来 其他的国家看到这样的势头 就会跑来跟我合作 松绑限制 因为再不松绑 以后他们就会永久失去我的市场 第四点 被封锁 有时候是反向刺激自己 努力向上 赶快开发自己的技术 不要再依赖别人了 可能有人会说 中国不可能样样技术都自己来 这句话是对的 但是有两个理由 第一 被人家限制 你没办法 第二 刚刚我们说的 只要开发出一定比例的技术 人家就会松绑跟你合作 这叫做自助多助 中国的做法可以很简单 只要你不卖什么 我就开发什么 来取代你的产品 拿走你的市场份额 这叫做敬酒不吃 吃法酒 那就不用客气了 只要这个趋势走下去 时间久了 你就会变成人能欢迎的乙同学 那位处处排挤你的假同学 慢慢的就没有人会理会了 为什么? 第一 因为你自己有实力 第二 你人员好 哪里人员好呢? 因为中国开放自己的市场 持续开放市场 人家可以在你的市场上赚到钱 那么你的人员会越来越好 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跟你合作 跟你往来 我们做一个结论 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封锁会持续下去 因为这是美国的优势所在 但是当美国也要求其他的国家 加入美国的阵营 对中国搞科技封锁 这会遇到困难 也许在个别的领域 会有一些国家配合美国的政策 但是要全面的封锁 这不可能 因为中国也拥有技术 而且还有庞大的市场 在国际市场上 中国也受欢迎 因为中国开放自己的市场 瓦森纳协定是在军事用途方面 这还有理由 因为美国与许多国家 都有共同防御条约 是盟国 但是当美国要求这些国家 限制对中国科技产品的出口 这就有点类似于贸易战 是要做牺牲的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哪一个国家 在实质上跟中国打贸易战 除了美国之外 上一期节目 我们才说 日本是一只老狐狸 日本在反中的道路上 采取了近两步退一步的策略 每一次当北京反弹的时候 日本就会退一步 避免北京的报复 但是下一次又再来搞事 日本算计得很精 这也是为什么 一年前的时候 我们说 在策略上 北京需要有法子 能够敲打日本 我们一年前的说法 一再地验证了 北京到目前为止 还是没有更好对付日本的方法 去年拜登刚上任 日本就充当说客 跑去欧洲 想要说服欧盟国家 加入印太战略 去年不少的台海纷争 日本也有份的 预计日本这样的游戏 还会继续玩下去 日本会继续在背后搞你 等你眼睛瞪他的时候 他就立刻站好 跟你赔笑脸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 请继续收看风云天下洋风时评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